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百九十一集 怪人 你这是觉得小杏子有什么不妥还是什么 他可是对哀家众心耿耿的 别是什么误会 哦 不是 太后 他既然跟你跟了这么久 你可知道他手上有一个火缝的纹身 太后愣了 这时 外头小杏子带着个丫鬟 拖着两个石盒跑进来了 抬了一张干净的桌子来给赵普和公孙布置菜 谁知太后突然哈哈笑了起来 边笑边对他招手 小杏子 你来 小杏子一脸茫然 不过还是跑到太后身边 把你手上的小凤凰亮出来 给王爷看看 太后忍着笑 小杏子就伸手撩起袖子 露出手上的凤凰纹身给赵普看 赵普有些尴尬 一旁公孙也跑过来了 哎呀 这这么算打草惊蛇呀 赵普和公孙仔细看小杏子胳膊上的纹身 一看两人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原来小杏子手上的确有一只凤凤凰 但是歪歪扭扭的可难看了 而且也不是火凤凰 而是一只普通凤凰 另外 仔细看不像是纹身纹上去的 倒像是烙铁烙上去的 有疤痕 有凹凸起伏 这是 我当年流落在外 双目又失明 柳公公为了让我相信啊 就用一个凤凰的钦差 烫在了他胳膊上 让我一摸就知道是自己人 公孙和赵普文言面面相去 那只金钗原本是我的 一只凤钗 柳公公宫外的妹妹要嫁人了 他给张罗婚事 我就把凤钗给了他 让他给他妹妹做嫁妆 有皇妃给的钗 嫁个谁都没人敢欺负他 老奴的妹妹可好福气了 家里人都拿他当宝 他一世都感激太后呢 哦 赵普和公孙挺不好意思的对小信子笑了笑 觉得他们是疑神疑鬼 小信子收了袖子 见二人似乎有心事 就问了句 王爷 先生 你们莫不是想找手上有凤凰纹身的人 两人抬头看他 都点头 我认识一个 宫里有这么个人 赵普看了看一旁 屏风后边 那些老书呆子文官都在认真查古籍 没一个注意到这里的对话 那是一只什么凤凰 红色的凤凰 挺古朴的 我就看到过一次 那个公公叫小冬子 库房的 来了不算久 有一次他搬东西 正好被我看到了 你没问他 父皇问身哪来的 小信子笑了笑 摇了摇头 公孙有些不解 先生 宫里的奴才 打得不会打听此事的 这是规矩 哦 我也是因为身上这么巧有个烙印 所以注意到了他 对了 他平日都穿收口的袖子 似乎并不太想别人注意 哦 可是为什么就那么巧被展昭撞见了呢 还是那天他撞到展昭的时候 刚好忘了穿袖狗紧的衣服 他平时还是挺谨慎的 我暗中观察过 你觉得他可疑 为何暗中观察他 嗯 他的确有些怪怪的 但也不像是坏人 哪里怪 他对贡品很感兴趣 不止对贡品感兴趣 还对送贡品的人感兴趣 另外 总喜欢跟一些老先生打听一些关于古董或者金银玉器的事情 小信子不愧是跟在太后身边多年的贴身随从 十分的细心警惕 我起先怕他手脚不干净 但是他又没有 所以可能只是纯粹比较感兴趣吧 对了 他对画册也很感兴趣 我看到过几次他一个人在藏书房翻一些残卷 看得很认真 等他走了我去看过 都是一些地方质和关于妖魔鬼怪的画册 众人都觉得越听越可疑 他是库房的太监 每日擦拭整理藏卷 顺便翻翻根本不会有人怀疑 但是他究竟在查些什么呢 这时 外头南公纪和陈公公也来了 果然他俩都查到了那个可疑的叫做小冬子的 胳膊上有纹身的小太监 赵仆起身 对公孙一挑眉 走 书呆 我们去会会那个小冬子 你 还是书呆啊 这臭龙嘛 公孙站了起来 扁着嘴跟着他出门 赵仆边走 边见公孙对着自己斜眼睛 他有些搞不懂 那书呆的是有什么不满吗 还是纯粹在抛媚眼 哎呀 那对凤眼好媚呢 奶奶的 我竟然别了个书呆子媚 一定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撞到头了 公孙狐疑地看着一个劲甩头的赵仆 无缘无故做马迹啊 这流氓什么毛病 而开封郊外的树林里 展昭焦急地蹲在枝头 也不敢靠近 望着远处马车前的情况 以及忍受着那古怪的笑声 马车里的人内功不是一般的高啊 那耗子不会有危险吧 而此时比展昭更真切体会到对方内力的 还有白玉堂 白玉堂就站在马车前 他内力属于极阴寒的一种 因此对热的东西很敏感 比如说温的水 他会觉得偏热 对面马车里的人根本看不清楚长相身材 但是却可以莫名地感觉到一股热浪 灼热的感觉从马车里随着内力泛出来 白玉堂忍不住皱眉 马车里的人内力多高 暂且不论 但内力为什么如此邪气诡异 他的武功路数是天山派的正统 因此对邪门歪道的功夫特别敏感 这马车里的人练就一身邪功 且内力炙热似乎十分危险 等马车里的人笑完了 突然对白玉堂招了招手 来 上车来说 那人开口说话 声音依然沙哑 分辨不出年龄 展昭微微皱眉 他也就是眉毛 要是真跟猫似的有毛 估计这会儿 毛都竖起来了 这车可胜得啊 孤难寡难的 想到这里展昭甩甩头 重点不是孤难寡难 是说不定有危险 白玉堂略微迟疑了一下 怎么 怕 那黑衣人可不是怕你吗 不过黑衣人怕他 白玉堂可不怕他 为了弄明白这黑衣人身份 上马车一趟跟他来个面对面 是最好的机会 于是白玉堂一脚踏上马车 钻进了车帘里 那人手抽回 黑漆漆的帘子落下 展昭一惊就要冲上去 把白玉堂揪出来 不过身后被人轻轻一按 展昭转脸 就见阴侯对他微微一摇头 而另一旁白色的人影一闪 天尊过去了 白玉堂进了马车 就感觉自己 好像是进了个火炉一样 一股灼热之感袭来 他微微皱眉 马车里十分昏暗 只有一盏小灯摆在马车内部 马车果然很大 在他身边就站着一个黑衣人 白玉堂看了他一眼 此人一身黑斗篷 从头顶一直盖到斜面 脸上戴着一个怪异的白色面具 透过面具上黑洞洞的两个窟窿 倒是能看到里边有一双眼睛 虽然看不到表情 却可以感觉到目光 那人应该是在打亮他 那人坐在马车一侧 对着白玉堂轻轻抑制对面的座位 坐 白玉堂在他对面一坐 感觉车凳子轻轻往下一线 就知道有机关 同时咔嚓一声 从身后伸出了两只铁爪来 类似于一个铁圈 将他圈在了里边 白玉堂微微皱眉 抬头看那人 不用紧张 怕你吓跑了而已 那人说着 伸手轻轻摘下了自己的面罩 白玉堂借着昏暗的光线 看着那张面具下的脸 可怕的面孔 苍白的不像是人类该有的皮肤 上面纵横交错 布满了各种烧伤痕迹 白玉堂微微皱起眉头 觉得自己又要好几天吃不下饭了 这张脸真倒胃口 他现在急需要那只猫的脸来洗一洗眼睛 那黑衣人摘掉了自己的面具 就伸手到白玉堂眼前 那样子似乎像是要扯掉白玉堂蒙面的黑布 白玉堂想挡一下 不过那铁钱突然一收 机关不错呀 同时黑色的蒙面筋 已经被对方扯掉了 那黑衣人微微眯起可怕的眼睛 瞧着白玉堂 真漂亮的一张脸 我可不记得 有你这么个手下 手下你也配 白玉堂突然一笑 然后一提内力 哼 没用的 这铁是玄铁 只是他话没说完 就见那层孤着白玉堂的铁圈 突然结了一层冰 随后白玉堂一用力 铁圈断裂碎成了冰渣 黑人睁大了眼睛 眼神立刻危险了几分 鸡寒真气 你是什么人 我问你才对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